那能够这样子的布施的话 以这种心来布施的话 对于一个患病的人 你以这种心来供养 来布施的话 那个功德当然是更不一样 功德更大了 所以你在布施的时候最重要 应该讲起来 就是不分彼此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你把这个龙禅阴雅 龙痴无目都当成佛 来布施的话 应该讲起来 这个就等于是布施百恒和沙佛的功德之力 我今天这样子讲就很清楚 你把他们当成佛来布施 你布施这些最没有福分的人 也等于是在布施佛一样 那么再来了一个对象 就是布施这个塔四相经 经典坏了 你把他重印 佛像坏了 你给他重装今生 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倒了 你给他重建 你给他重建 塔损坏了 你给他重修 这个都是功德 都是功德 因为怎么样呢 这个是经是流传的 像是庄严的 是跟塔 塔就是我们称为 这个有舍利的 纪念着佛的 纪念着佛的 等于是佛一样的 那么是呢 是这个僧人共修的地方 也是万得交规之处 所以都是有功德的 他这里面讲啊 这个功德啊 可以三杰为第四身 就是这个 尸体横阴 就是阴陀罗 你三杰都可以当天地的 这里还提到 回向法界 什么是回向啊 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 都知道什么叫做回向 回向法界 不要把那些功德 当成自己的 全部给法界众生 这个功德最大了 这个功德更大 因为有些人啊 做功德就是讲 我做了一件事情 这个功德是要我的 我将来要好好的 享受这个功德 将来想要得到这个福报 这个就小了 你今天做了善事 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个就是无向不思啊 你不要自己的 全部给法界众生 这个就是回向 所以回向法界啊 是大国王等于 十节中常为大凡天王 最清净的主 大凡天王 大凡就是清净 清净的天王 清净的天王 啊 这个塔庙 金像 毁坏破落 花心修补 这个 自己出来发心的 这个人 是主 是主 也欠别人发心 有跟百千人 大家不思结言 他说 这样子呢 百千生中啊 为转轮王身 转轮王身啊 转轮王 转轮圣王 大家知道的转轮圣王 在沙婆世界啊 最尊贵的王 转轮圣王 他有金轮王啊 银轮王啊 他有他有解释的 一起布施的 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 也是王啊 但是比较小的国王 大家一起布施 他发起的比较大 所以其他帮 一起帮忙的 就是小国王 也一样回向 回向啊 刚才已经讲了 回向给法界众生 不自得 不自己来得这个功德 这个就是无向布施 回向啊 就是说回向给法界众生 我不得这个功德 回向给法界众生 这个就不着向 是最伟大的 在佛教里面呢 教你 什么是禅 什么是定 禅啊 就是不着一向 就是禅 什么是定啊 你内在 内心不乱 就是定 禅定 这个有道理的啊 你外不着一向 你内心自然不乱 你着一向 这个佛教啊 常常讲禅定禅定啊 什么是禅定啊 外不着一向 内心不乱 就是禅定 那个很有道理的 因为啊 一般来讲 我们沙婆世界的人啊 都是着一向的 都是着向的 那今天有人跟我讲一句话啦 不中听 心里很不高兴 已经着了向了 你心里已经乱了 真正的禅责 真正的禅责 这一句话进来 给它化解掉 你内心不乱 就叫禅定 化解掉 你看到一个景色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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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化解掉 你心不乱 就是禅定 就是禅定 不着一境 那大家稍微想一想 一个人啊 一个人啊 要不外着移 这些 啊 这些向 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无相布施 功德第一大 你修到 你能够修到 外不着一向 通一布施 跟布施就相通了 你心很定 啊 你心不乱 就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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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禅定跟布施啊 两个虽然不同 但是它的相通的 相通的 啊 无相布施 第一尊贵 啊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尼伯弥昊